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这部电影非常感人 我看了这个男人 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眼熟熟走过来 所以你当监制为什么会选一套 我从来以为是一套笑片来的 原来不是 其实这部电影可以说 是我和导演的混合品 导演当时找我 就是前半段 就是一个喜剧 而后半段 就是我一直很想拍的一个题材 一直都没想到怎么拍 我又不想拍一部 由头到尾都很说的电影 导演讲过故事 我听到时 我突然发觉 这个电影可能套入到 我想做的电影 导演讲过的电影 我闭上了十多分钟 导演一直以为 他是不是想要怎么推我 但我正在组织 如何将他的电影 加在我那里 导演说 导演是否可以这样 这个电影 改为一个 我们在演艺界里 我觉得最难的 就是前面一路带着你 很开心 后面一转过来 令到你很感动 我说这件事 是一向我们大家都觉得 最难做 但我觉得套入它 我说了个故事给他 我导演很喜欢 我说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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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这个方法去写 试试 大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终终终终终终终了 这个电影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电影 但反而我老婆 《甜楼》这个角色 就是 其实 一路我都留意 如果我要做的话 我是很想《甜楼》来做的 所以 当时导演问我 她的角色你想哪个 我说《甜楼》的时候 她就呆了 因为她没想过 会用一个 广东话不正的 但是 我说我一路拍 我觉得《甜楼》来做的角色 很能够带动我 因为我们合作很久 由我80年代 在台湾第一部 《男主角》 到一路来 大家合作无间 首先 第一个 因为我不知道是趙偉哥找我 我是看到这个电影的名字 速足加弱 为什么这么特别 真的是 在说什么呢 我以为是喜剧 而喜剧对于我来说 很简单 比较简单 OK 好 结果 说OK之后 导演跟我通电话 告诉我 原来后面是这样 这样 这样的 是一个这样动人的 很好动情 和相减的一部 所以我更加加强我要拍这部电影 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原来她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将会得到一个重病的人 到了她和那一段 她的否白 所以到后来 我说过离别 其实这几场 她是很急促地 这样将观众 砰砰砰砰砰砰 她那种 是和前面 推翻了所有 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感觉 那在你心里 要幸福分之后 应该是怎样的 其实 被爱是最幸福的